那我在书上呀,那个电视上啊,教科书啊,或者大家口口相传,都是说三年再来再来,老人也说没吃的什么的。 那你想我这样从小带着红领巾,成天圈是长大的人,那书上讲的只要认成签字的认字,那我是百分之百相信的。 你说将来实现共产主义,我们的国家是最富饶的,我们人民最幸福的,那我就是百分之百相信,我就觉得台湾都没有太阳,因为说暗无天日嘛。 我就特别发现,台湾可能没有太阳,就是说,他们人民日报上的中央电视台在说的话,那我觉得就是我的脑子绝对相信的,父母的话我不听,但是人民日报的话,那我绝对相信的。 然后我这个脑子也非常,一个很慢的人,就,就是不会说是用我的脑子去想问题,那然后到,而且也不看历史书,我也喜欢看点爱情小说啊,什么的,那些文曲,纯文曲的东西。 然后到2008年的时候,我在世界日报就看了一个售书广告,就是墓碑,墓碑,它那个小字就说中国饿死这么多人,我第一个反应,我说这个是造谣,我说这个又是在说我们国家不好,又是给我们这个伟大的党,这个我们国家在抹黑,我就觉得绝对不相信,我觉得这个三千六百万,打仗也死不了这么多人,这个饿死,这个我不太相信。 谢谢。